智慧财产法名词解释 不正当竞争 是指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 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 反不正当竞争 是指竞争者为维护其竞争利益所享有的 禁止他人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权利 主要体现为停止侵害请求权和赔偿损失请求权 反向假冒侵权 是指为经商标注册人同意 更换其注册商标并将该更换商标的商品又投入市场的行为 文字商标 是指纯以文字为其构成要素的商标 出版者权 纸图书出版者和报刊出版者对其出版物的版式设计所享有的专有使用权 外观设计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做出的富有美感的 并是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 未注册商标 是指那些未经商标局核准注册而在市场上使用的商标 申请商标注册限制 国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商业体、商号、行号 有使用商标以表彰自己营业上商品或服务需要者 接得以个人、法人或营业主体的名义申请注册 但申请团体商标、团体标章、证明标章则另有资格限制 一、团体商标或团体标章应接系提供会员使用 申请人应以具有法人资格的工会、协会或其他团体等 由成员所组成的社团法人为限 故申请人应减负其依法向该管地方法院办理法人登记之法人登记证书 二、证明标章的申请人以具有证明他人商品或服务能力的法人 团体或政府机关为限 申请人应减负其具有证明他人商品或服务的能力 以及对于标章之使用有监督控制之能力之证明文件 以及不从事所证明商品之制造、行销或服务提供之声明 先申请原则 指两个以上主题相同的发明创造分别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专利权给予最先申请的人 全项图商标 全项图或称雷射图是只利用在一张底片上同时储存多张影像的技术 全项数呈现出立体影像 可能是数个画面或只是一个画面 而依观察角度不同 有红彩变化的情形 全项图商标及指以雷射标签图像作为标志的情形 如果该雷射标签 依消费者认知 不是防卫功能的标签或商品的装饰图 而已具备指示商品或服务来源的功能者即可申请注册 地理标志 是指标示某商品来源于某地区 该商品的特定质量 信誉或者其他特征 主要由该地区的自然因素或者人文因素所决定的标志 地理标志权 是指原产地内符合特定条件的商品生产者对地理标志所拥有的权利 自然人作者 是指直接创作作品的人 是原始著作权人 作品 指文字 艺术和科学领域内 具有独创性 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致力成果 作品的合理使用 是指使用人依照法律规定 不经著作权人同意而无偿使用其作品的行为 作品的许可使用 是指著作权人通过签订使用许可合同 将其作品许可他人使用的行为 放弃 抛弃 权利人放弃其权利而不行使 称为抛弃 如继承之抛弃 占有之抛弃等是 为私权丧失原因的一种 服务商标 是指提供服务的经营者在其服务项目上所使用的 用于区别于其他服务者所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显著性标志 法定许可使用 是指使用人依照法律规定 可以不经著作权人同意 但需向其支付报酬而使用著作权人几经发表的作品 直接侵权 就是侵权人依靠他人的专利技术通过自己亲自实施制造专利产品 使用专利方法等直接获取他人利益的侵权行为 表演者 是指演员 演出单位或者其他表演文学 艺术作品的人 表演者权 是表演者基于对作品的表演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非自然人作者 即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主持 代表法人或非法人单位一致创作 并有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承担责任的作品 法人或者非法人单位是为作者 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志罪 是指伪造 擅自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标志 情节严重的行为 非职务发明创造 是指发明人或设计人不是履行本职工作或委派的任务 也为借助工作单位的任何资助所做出的发明创造 侵犯商业秘密行为 是指为了竞争或个人目的 通过不正当方法获取 披露或使用权利人商业秘密的行为 冒充专利 是指以非专利产品冒充专利产品 以非专利方法冒充专利方法 冒充注册商标 是指将未经注册的商标当作注册商标使用的欺骗性行为 假冒专利 是指非专利权人在自己的非专利产品或者包装上标明专利权人的专利标记或者专利号 使消费者误认为是专利产品的行为 假冒专利罪 是指违反专利法的规定 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 假冒他人专利 情节严重的行为 假冒注册商标行为 是指在同一种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 假冒注册商标罪 是指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商品商标 是指使用于商品之上的商标 商品装潢 指在商品或其包装 容器以及其他附着物上所进行的装饰 商业秘密 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 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 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 商业秘密的秘密性 是商业秘密得以存在的关键 是商业秘密受到法律保护的事实基础 商业秘密的新颖性 是指商业秘密中不为公众所知悉的秘密性特征 含有一个隐形的技术要求 即独特性或称新颖性 商业秘密的价值性 是指该向技术信息或经营信息具有可确定的应用性 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现实的或者潜在的经济利益或者竞争优势 商标 是指在商品或者服务项目上所使用的 用以识别不同经营者所生产、制造、加工、拣选、经销的商品 或者提供的服务的显著的可视性标志 商标全面注册原则 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使用的商标 都必须申请商标注册 未经注册的商标禁止使用 商标自愿注册原则 是指法律允许商标使用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意愿决定是否将商标申请注册 商标使用侵权 是指为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 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或者服务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行为 商标法中的先用权 是指在商标全人提出商标注册申请之前 他仍以善意使用与其商标相同或近似的标志 且该使用以使该标志获得了一定声誉 在申请人获得商标权后 先用人有继续在其商品上使用该标志的权利 商标法中的合理使用 也称正当使用 是指他人依照法律规定不经商标全人许可而在同一种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近似标志的行为 商标法中的在先权利 犯指在特定商标上可能先于商标权产生的民事权利 商标法中的权利用尽 是指商标权人或经其同意的人将带有其注册商标地商品投人市场后 商标权人的权利就用尽了 其他人在这些商品上使用该注册商标地行为不适为侵权 商标地抛弃 商标权人的抛弃商标权 但有授权登记或职权登记者应经被授权人或职权人同意 此处所称之抛弃应以书面向商标专责机关为之 商标国际注册 是指我国经营者可以通过商标局 根据协定和协定书的规定申请商标国际注册 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在一国多国或全部成员国内申请保护 商标专用权 也称商标权是指商标注册人对其注册商标所享有的权利 商标意义 是指在法定期限内对某一经过初步审定并予以公告的商标 依据商标法提出反对意见 要求商标局撤销该商标地初步审定不予核准注册的制度 商标注册 是指商标地使用人为了取得商标专用权 将其使用或准备使用的商标 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向商标主管机关提出注册生 经商标主管机关审核予以注册的制度 商标图样 是申请人将想要申请注册的商标 以图文的方式呈现 申请人的依申请的不同商标形态 用坚韧光洁的纸张 例如影印纸 减负清晰的长宽 最大不得超过8公分 最小不得小于5公分的商标图样 同依试各5张 并避免使用相片纸 以免吞色或无法粘贴于注册证 商标管理 是指商标主管机关依法 对商标使用、印制等行为所进行的指导、 协词、检查、监督等活动的总称 商标销售侵权 是指销售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商品的行为 商标优先权 系指申请人第一次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 或与中华民国有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国家 依法申请注册的商标 于该申请日后6个月内 向我国就该申请的同一部分或全部的商品或服务 以相同商标申请注册时 的主张优先权 其申请日以该第一次申请日为优先权日 然而 必须于申请商标注册同时提出优先权声明 并于申请书中载明在外国的申请日 受理该申请的国家及在外国的申请暗号 且于申请日后三个月内减送经 该国政府证明受理的申请文件 以免丧失其优先权 商标申明不专用 商标地功能主要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 只要商标整体具有识别性 及具备商标功能 可是申请人往往为了促销的目的 喜欢将与商品或服务有关的品质 功能产地等说明 或广告标语等不具识别性的事项 纳入商标图样中一并申请注册 虽然商标整体具有识别性 但商标权人及竞争同业 对于商标图样中所含前述事项 是否具有专用权可能看法各异 进而有影响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之余 早期对于这种情形 均要求申请人将说明性 或不具识别性的部分删除 使准与注册 为此种做法并不合理 因而发展出声明不专用的制度 也就是透过不专用的声明 申请人同意商标中说明性 不具识别性等依法 单独不可以注册部分不主张权力 使整体具有识别性的商标 得以保留该等不得单独注册部分 于商标图样 商标权的分割 商标权人的就注册商标 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务 向商标专责机关申请分割商标权 商标权人透过商标权分割机制 更有效地利用其商标权 例如将商标权分割后分别移转 授权或设定职权 或于注册商标遭他人提出异议 或申请评定时 将有争议部分分割 保留无争议部分的商标权 商标权的更正 商标注册申请事项有下列错误时 得经申请或依职权更正之 依申请人名称或地址之错误 二文字用语或善写之错误 三其他明显之错误 前项之申请更正 不得影响商标同一性 或扩大指定使用商品 或服务之范围 商标权的取得 是指根据什么原则 和采取什么方法来获得商标权 商标权的保护 是指国家运用法律手段 来防止和制裁 侵犯他人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以保护商标注册人 对其注册商标享有的专用权 商标权的原始取得 也称为商标权的直接取得 是指商标权由创设而来 其产生并非基于他人寄存之商标权 也不以他人的意志为根据 商标权的移转 商标权之移转 非经商标专则机关登记者 不得对抗第三人 登记是对抗要件 非生肖要件 当是人间人有效 且仅保护交易行为之第三人 而不及于侵权行为人 商标权之移转 包括商标权合意让与继承 强制执行 法院判决或依其他法律规定移转 受让人依受让时商标权之权利状态 取得使用 收益 处分等权利 商标权的既受取得 也称为商标权的传来取得 是指以他人寄存的商标权 及他人意志为基础而取得商标权 商标权的变更 商标图样及其指定使用之商品或服务 注册后即不得变更 但指定使用商品或服务之减缩 不在此线 专利文献 是指以出版或未出版的文件 或其摘要 的一个结合体 它包括的资料涉及申请作为和被承认 认为发现 发明 使用新型和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研究成果 设计 新事物和开拓性计划 涉及对发明人 专利所有人 工业品外观设计和使用新型注册证书 持有人的权利和保护 专利代理 是指专利代理机构受当事人的委托 委派具有专利代理人资格的本机构人员 以委托人的名义为委托人办理专利事务的行为 专利申请的外国优先权 是指按照巴黎公约的规定 享有国民待遇的人在任何一个成员国中提出了专利申请后 在一定时期内该申请人就同样的发明向其他成员国提出申请时 该后接受申请国应当以申请人第一次提出申请的日期为后接受申请国的申请日期 专利申请的单一性原则 是指一项专利申请只能要求一种类型的一项专利权 专利申请的复审 是指专利申请人不服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驳回其专利申请的决定依法向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请求 由专利复审委员会进行审查并做出决定的法律程序 专利在先使用权 是指在专利申请日前 他人已经制造相同产品 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几斤做好制造 使用的必要准备 在专利申请备授权以后 该他人人有权继续在原有的范围内制造 使用该项发明创造 专利年费 又叫专利维持费 是指为维持专利权的效力 专利权仍按照专利法的规定 自备授予专利权的当年开始 在专利权期限内逐年向专利局缴纳的费用 专利局的行政复议 是指专利局在审批专利的过程中 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 对专利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产生争议 根据专利申请人 专利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申请 由专利局对原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 并做出裁决的行为 专利制度 它是依照专利法的规定 通过授予发明创造专利权 来保护专利权人的独占使用权 并以此换取专利权人将发明创造的内容 供之于众 以促进发明创造的推广作用 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一种法律制度 专利号 是指授予了专利的号码 根据该号码就可以查找该专利的说明书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 是指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 将专利权人的专利准许他人使用的许可方式 专利标记 是指中国专利 专利字样或者是屁符号 专利权 是基于发明创造 由申请人向国家专利局提出专利申请 经专利局依法审查核准后 向申请人授予的在规定的时间内 对该项发明创造享有的独占权 专利权用尽 是指专利权人对合法投放市场的专利产品 不再具有销售或使用的控制权 专利权的课题 及专利保护的对象 是指专利法规定的可以获得专利权的科学技术成果 从属专利 是指两项专利之间存在实施时的依赖关系 前一项专利的实施需要使用后一项专利 或者相反 从属发明创造 是指发明人或设计人完成的发明创造得到了工作单位的帮助 或者主要是利用了单位的物质条件 组合商标 是指由文字、图形、颜色等要素相结合构成的商标 逐一国家注册 是指申请人通过代理人、经销商或其他方式 到国外依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地区 地逐一办理商标注册 提出异议 任何人认为商标地注册有违反注册情形者 得自商标注册公告日后三个月内提出异议 此三个月违法定不变期间 异议应就每一注册商标个别申请 并得就注册商标指定使用的部分商品或服务为之 提出异议者 应以异议书载明事实及理由 并复复本 异议书如有提出附属文者 复本中应提出 智力成果 是人类智力劳动完成的创造性劳动成果 智慧财产权权 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活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经验 知识而依法享有的权利 智慧财产权制度 是国际上通行的各个国家普遍采用的确认 保护和利用智慧财产权的管理制度 智慧财产权法 是调整因创造使用智力成果而产生的 以及在确认保护和行使智力成果 所有人的智慧财产权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智慧财产权法的渊源 指的是智慧财产权法律规范的各种具体表现形式 智慧财产权的地域性 指的是智慧财产权旨在授予其权利的国家 或者确认其权利的国家产生 并且只能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 智慧财产权的专有性 是指智慧财产权所有人对其智慧财产权具有独占权 植物品种权 是对符合规定的植物新品种 由国家授予植物新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 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 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 特异性 一致性和稳定性 并有适当命名的植物品种 发明 是指对产品 方法或者其改进所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 著作人生权 又称精神权利 是指作者对其作品享有的各种与人生相联系 而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权利 著作财产权 又称经济权利 是指若作权人白即便用或者授权他人 以一定方式使用作品而获得物质利益的权利 著作权 一称版权 是指文学 艺术和科学作品的作者对其作品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著作权人 即著作权主体 是指依法享有著作权的人 著作权人的权利 是指著作权法律规范所确认和保护的著作人 所享有的专有权利 著作权法 是调整文学 艺术和科学技术领域内因创作和使用 传播作品而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著作权的期限 是指著作权受法律保护的时间界限 我国著作权法对著作权规定了不同的期限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是指通过著作权人的集体组织授权使用者使用作品而获得报酬的管理行为 著作权的转让 是指著作权人依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将其著作材产权转让给他人所有的行为 著作权侵权行为 是指侵害他人依法享有的著作权人生权和著作材产权的行为 注册不当商标撤销制度 也称为注册商标无效审定制度 是指对那些不具备注册条件而取得注册的商标 通过法定程序撤销其注册的制度 注册商标 指经国家商标主管机关核准注册之商标 注册商标争议 是指在先申请注册的商标 注册人认为他人在后申请注册的商标 与其在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的注册商标 相同或近似而引发的商标专用权的真值 注册商标第有效期限 是指注册商标受法律保护的期限 及商标注册人享有商标专用权的期限 注册商标第使用许可 是指商标注册人通过签订使用许可合同 将其注册商标许可他人使用的行为 注册商标第转让 是指商标注册人依法定的条件和程序 将其注册商标转让给他人所有的行为 注册商标第续展 是指注册商标有效期的延续 即商标注册人在其注册商标期满前后的一定时间内 依法办理一定的手续 从而延长其注册商标有效期限 注册商标普通使用许可 也称为一般使用许可 是指许可人可以许可不同的人 同一范围内使用其注册商标第使用许可 注册商标独占使用许可 也称为排他使用许可 是指许可人许可被许可人在合同规定的期限 地域和指定的商品或服务项目独家使用其注册商标 间接侵权 就是故意采取规避法律的形式 实施的行为部分涉及专利技术或专利方法或怂恿 缩使他人实施专利侵权行为 集体商标 是指以团体协会或者其他组织名义注册 供该组织成员在商事活动中使用 以表明使用者在该组织中的成员资格的标志 新隐性 是指在申请日以前没有同样的发明或使用新型 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过 在国内公开使用过以及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 也没有同样的发明或者使用新型 由他人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出过申请 并且记载在申请日以后公布的专利申请文件中 持名商标 是指在中国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 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 图形商标 是指由平面图形所构成的商标 实用性 是指该发明或者使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 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实用新型 是指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 所提出的是于使用的新的技术方案 演绎作品 是指对已有作品进行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等而产生的作品 标志侵权 是指伪造、纽字制造他人注册商标或者销售伪造、纽字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的行为 临结权 又称作品传播者权是指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及作品传播者依法享有的权利 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罪 是指销售伪造、擅自制造的注册商标标志、情节严重的行为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第商品罪 是指销售明显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销售数额较大的行为 录音录像制作者权 是指录音录像制作者对其制作的录音录像制品 享有许可他人复制、发行、出租、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并获得报酬的权利 优先权 是指申请人就其发明创造自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后 在法定的时间内就同一发明创造再次提出申请的 以其第一次申请的日期作为申请日 以再先申请日作为再后申请的时间 将申请日提前给予申请人时间上优先 职务作品 是公民未完成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 职务发明创造 是指发明人或设计人在完成发明创造的过程中 是在履行其本职工作或者是在完成工作单位特别委任的任务 证明商标 是指由对某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监督能力的组织所控制 而由该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使用于其商品或者服务 用以证明该商品或者服务的原产地、原料、制造方法、质量 或者其他特定品质的标志 专利 当发明人、新型创作人或设计人就其创作提出专利申请 且经审查符合专利法的规定后 国家将其计数公开 并给予专利权赋予在一定期间内的权益保护 这种权利就是专利权 专利权人在一定期间内 专有排除他人为经其同意而实施其发明 新型及设计之创作的权利 优先权制度 优先权法则 细保护工业财产权 巴黎公约所持重要的专利法原制之一 中华民国虽非该公司会员国 但1994年修正专利法时 明文承认优先权原则 物易定证 申请专利所需具备之说明书 申请专利范围及必要之图示 申请人得先提出外文本 在于指定期间内补证中文本 此份中文本及作为经济部智会财产局后续审查 申请专利内容和审查一般修正比对之基础 但实物上意外文本翻译之首次中文本 偶有翻译错误之情是 申请人可以申请物易定证 此时经济部智会财产局将回归外文本比对 当初补证之中文本是否有翻译错误之情是 准与物易定证后之中文本会取代首次中文本 而作为后续审查及一般修正比对之基础 物易定证和一般修正除了审查比对的基础不同之外 申请书表和规费也不同 分割 若专利申请按时值包括二个以上之发明时 经经济部智会财产局通知或依申请人申请 的为分割之申请 发明 发明是指利用自然界中固有的规律 所产生之技术思想的创作 以产生功效解决问题 达成所预期的发明目的 发明必须具有技术性 及发明解决问题的手段必须是涉及技术领域的技术手段 申请专利之发明具有技术性 才符合发明之定义 因此 申请专利之发明不具有技术性者 例如单纯的发现 科学原理 单纯的资讯揭示 单纯之美术创作等 都不符合发明的定义 发明早期公开 发明专利申请案自申请日 有主张优先权者 为最早优先权日 后经过18个月即解除保密状态 已被公开之发明申请案 即属于先前技术 得作为其他专利申请案 是否符合专利要件之引证资料 申请人的申请提早公开 此外 申请人如于申请日 有主张优先权者 为最早优先权日 后15个月内申请撤回发明申请案时 原则上该申请案不会被公开 新型 新型是利用自然法则之技术思想 占据一定空间的物品实体 且具体表现于物品上之形状 构造或组合的创作 以及新型系指基于形状 构造或组合之创作 所制造出具有实用价值 和实际用途之物品 申请专利之新型 仅限于有型物品之形状 构造或组合的创作 非锦属抽象的技术思想或观念 因此举凡物质制造方法 处理方法 使用方法等 即无一定空间形状 构造的化学物质组成物 均不符合新型的定义 一案两请 当同一申请人就相同创作 于同日分别申请发明专利 及新型专利时 因新型采取形式审查 通常会先取得专利权 如经济部智会财产局实体审查 发明专利申请案 并无发现不与专利之情是 基于一创作不能重复 授予二项专利的原则 会通知申请人 限期选择保留 已取得的新型专利权或选择将来取得发明专利权 申请人选择发明专利权者 经济部智会财产局才能公告授予发明专利权 新型专利权则自发明专利公告日 其向后消灭 因为相同创作自新型专利权公告日 起至发明专利权公告日 只是受新型专利权保护 在发明专利权公告日 起是受发明专利权保护 二项专利权期间不重叠而接续进行 所以称为一案两请 权力接续制 所谓权力接续制 系指申请人要享受权力接续的利益 必须于申请时分别在发明专利申请书 及新型专利申请书声明一案两请的事实 让公众了解到该创作于新型专利权消灭后 可能还有发明专利权的保护 而且在发明专利权公告前 新型专利权要维持在有效的状态 新型专利技术报告 新型专利采行事审查 并未对是否合于专利要件进行实体审查 导致新型专利权的权力内容存在着 相当的不安定性及不确定性 若新型专利权人利用此一步确定的权力而不当行使 可能产生权力滥用之情形 对第三人的技术利用及研发带来相当大的危害 因此搭配有新型专利技术报告制度 设计 设计是指对物品全部或部分之形状、花纹、色彩或其结合 透过视觉诉求的创作 其中应用于物品之电脑图像及图形化使用者界面 为一种透过显示装置显现而暂时存在之平面图形 该图形本身应属花纹或花纹与色彩之结合的性质 易得申请取得设计专利 申请设计专利所呈现的形状、花纹、色彩或其结合的创作 必须符合应用于物品且系透过视觉诉求之具体设计 才符合设计的定义 部分设计 是指申请人的旧物品之部分的设计创作 申请设计专利 以避免市场竞争者抄袭产品的局部新颖特征 而轻易回避该设计专利之保护 以及 申请专利之设计标的并不仅限于物品之全部的外观 申请人的选择针对物品的局部新颖特征申请部分设计 以取得更周延的设计保护范围 衍生设计 衍生设计专利 是指同一申请人就二个以上近四只设计的申请员设计 及其衍生设计 一般而言 基于先申请原则 相同或近四只设计有二以上之专利申请时 只能就先申请者准与专利 但若为同一申请人就二个以上近四只创作 则可以利用该制度申请设计及其衍生设计 而不受先申请原则要件之限制 专利的可更正事项 发明及新型专利权人就其专利说明书 申请专利范围或图示 有删除请求项 减缩申请专利范围 定证物纪或物意内容 或是名不明了之记载等事项时 的提出更正之申请 设计专利权人就其专利说明书或图示 有定证物纪或物意内容 或是名不明了之记载等事项 的提出更正之申请 专利权的期间 专利权的开始为核准公告日 那天给予专利权 专利权的到期日是申请日期算 20年发明届满 新型专利10年 设计专利12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